好大 好大 23号凌晨 睡梦中余震不断 摇到大家都想问 这次0403的余震 到底还要震多久 后面又开始出现规模舞的 然后一直到昨天 今天又很频繁 大量出现这样子 所以其实这表示说 这个地震序列 其实根本就还没有完 余震感觉没完没了 从气象鼠有记录以来 这几年的地震最频繁 921地震那一年 有感地震就将近5万次 2016年美农地震 当年也有将近 4万9千次的有感地震 0206花莲地震的2018年 更摇了多达5万多次 光是921的余震4万多次 就花了气象鼠5年时间来统计 因为必须历整个地震序列 结束了没 通常主阵发生的第一天 大概百分之九十几的能量 就已经释放完了 比如说这次出现规模7的 然后规模5的 它出现的那个时间会 间距会塌长 然后那个也会渐渐变小 当地震发生的位置相近 时间上也连续就视为 同一个地震序列 通常规模最大的称为主阵 而发生在主阵之前 规模较小的称为前阵 发生在主阵之后的就是余震 但也可能会滚动调整 后面地震规模更大 就会取而代之被改为主阵 例如2022年的台东地震 9月17号先是发生规模6.6 当时地震测报中心定调这次为主阵 隔天又来个规模6.8 因此将前一天规模6.6的地震 改为前阵 在0918的上午 那地震就非常频繁 规模也稍微比较大一点 那真正是在下午2点多的那个 又产生一个很大的地震力 本身就除了隐茂带之外 还有路上的重骨 很多不同的断层系统 这些断层都有可能产生余震 而且还会出现硬力调整 像04 03后的余震 大多发生在正央的北边 后来数量慢慢衰减 换到正央南边 开始能量释放 如果比照1951年的花莲地震序列来看 那它也一样 在1951年的时候也是在外海 花莲外海产生了三次规模7以上的地震 不震越大的时候 那比较大的余震 数量相对也会变多 余震如果禁止一段时间没在正 专家认为很有机会代表 这个地震序列能量释放完毕 以地震深度70公里内的浅层地震来说 依照地震测报中心过去的统计显示 主震规模5 余震大约持续1到2周 规模6的主震 余震会要1到2个月 至于这次04 03的主震规模超过7 地震测报中心说 不排除余震会长达两个月以上 两个多月恐怕还只是理想值 有其他专家推估 也可能像当年921 规模也是7以上 余震摇了快一年才终于结束 但有地震就代表有能量释放 总比都不摇 能量虚积到极限 突然来个大地震 危害更惊人